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脑科学》,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大脑的电影院,播放内心的剧情片 二,思维的跳水池,潜入深度思考的海洋 三,记忆的迷宫,寻找过去的线索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大脑的电影院,播放内心的剧情片 各位观众,欢迎来到这个神秘而又奇妙的大脑电影院 我是您的导览员,专业但不是幽默的教授 今天,我们将一起探索大脑如何成为最顶级的私人影院 播放着我们内心最深处的剧情片 首先,让我们来到大脑的中央大厅,大脑P层 这里是我们电影院的放映室,负责处理所有的感官信息 当你看到外界的景象,听到声音,甚至是品尝美食时 这些信息都会被送到这里,然后转换成内心的电影画面 但是,这个电影院并不简单,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特点 它可以根据导演,也就是你自己的意愿,随时创造出全新的剧情 这得益于我们的想象力和记忆力 它们就像是大脑的编剧和剪辑师 可以随意组合过去的经历和未来的憧憬 创造出无限可能的故事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情感处理中心 边缘系统,尤其是杏仁河 这里负责给我们的电影添加情感色彩 你知道,一部好的剧情片,情感波动是必不可少的 恐惧,喜悦,悲伤,愤怒,这些情感都是由这里调配的 有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电影突然变成了恐怖片或者是喜剧片 那都是因为杏仁河在背后搞鬼哦 但是,我们的电影院还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观众,前额叶皮层 这位观众非常挑剔,他负责批判和分析电影的合理性 如果剧情太过荒谬,他会立刻提出质疑 让你重新考虑是否应该继续这样的幻想 有时候,他也会强行结束电影 尤其是当你需要集中注意力做其他事情的时候 最后,我们的大脑电影院还有一个特殊的放映时间,梦境 在这个时候,大脑的自我控制放松了 电影院开始自由放映,不受逻辑和现实的限制 这时候,你会看到一些最创意和最疯狂的电影 他们有时候会给你启发,有时候,则会让你困惑不已 总之,我们的大脑就像是一个无比复杂而又精彩的电影院 它可以播放出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故事 不过,别忘了,作为导演,你有权利去选择和创造你想看的电影 所以,拿起你的导演筒,开始创作属于你自己的内心电影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思维的跳水池,潜入深度思考的海洋 各位同好,今天我们要一起跳入那被称为思维的跳水池的神秘海洋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池子,而是一个深不见底,充满智慧珍珠的深度思考之海 准备好你的心灵潜水装备了吗?我们这就出发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这个跳水池的边缘 这里,你会看到许多人在犹豫不决,他们害怕水太冷,太深,或者担心自己的思考永迹不够好 但别担心,每个伟大的思考者都是从这里跳下去的 苏格拉底,爱因斯坦,菊里夫人,他们都曾在这里犹豫过 但最终他们跳了,而且跳得很精彩 当你鼓起勇气,从边缘一跃而下,你会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在这里,表面的喧嚣被隔绝,你只听到自己心跳和思维的回声 这是一个需要你全身贯注的地方 因为每一个思考的泡泡都可能是一个新发现或一个未解之谜 在这深海中,你会遇到各种思考的海洋生物 有的像是那些细小的问题鱼,它们看似不起眼 但是一旦你抓住它们,就会发现它们带领你到达更深的洞察 有的则像是巨大的理论鲸鱼 它们悠悠在知识的海洋中,只有最勇敢的思考者才敢接近它们 不要忘了,这个海洋也有它的暗流和漩涡 那些是误解和谬误 它们会试图把你拉入混乱的深渊 但只要你坚持批判性思维的罗盘,你就能安然无恙 当然,深度思考的海洋也有它的宝藏 这些宝藏可能是一个创新的想法 一个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或者是对世界的全新理解 但要找到它们,你需要有耐心,有时候还需要一点运气 最后,当你从这个思维的跳水池中浮出水面 你会发现自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 你的思考更加深邃,你的视野更加开阔 你会带着从深海中获得的智慧 回到那个喧嚣的世界,准备分享你的发现 并鼓励更多的人一起跳入这个奇妙的思维之海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不要害怕哪个跳水池 拿起你的思考涌进,深吸一口气,跳下去吧 谁知道呢,也许下一个思考的奥运冠军就是你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记忆的迷宫,寻找过去的线索 啊,记忆的迷宫 这是一个即使是最老练的历史学家 也可能迷失方向的地方 想象一下,你站在一个由曲折回廊 历史遗迹和过时的日记构成的迷宫入口 准备踏上一段寻找过去真相的旅程 但别担心,我们有古文献作为地图 考古发现作为指南针 还有历史学家的直觉作为秘密武器 首先,让我们谈谈记忆的不可靠性 记忆就像是那个在家族聚会上总是夸大其词的叔叔 你知道,那个声称自己曾经和一只熊搏斗 只用一根钓鱼竿和一瓶烈酒的叔叔 记忆会随着时间改变 有时会添加一些不存在的细节 有时又会遗忘一些关键事件 这就是为师母历史学家 不能仅仅依赖个人的回忆或口述历史 然后,我们有所谓的历史修正主义 这不是指那些试图否认历史事件的人 而是指那些通过新发现或新视角来重新评估历史的学者 想象一下 你在迷宫中找到一扇门 打开它 突然发现一个全新的房间 里面满是以前从未现过的古代文物 这就是新资料对历史研究的影响 它可以彻底改变我们对过去的理解 当然 我们不能忘记那些偶然的发现 他们就像迷宫中的秘密通道 有时会意外地将我们带到全新的地方 比如,一位农夫在自己的田地里 偶然发现了一个隐藏的地下室 里面藏有古罗马时期的硬币和珠宝 这些发现 经常提供了我们之前完全不知道的历史信息 最后 让我们不要忘记那些历史学家自己的小插曲 有时候 他们在追寻过去的过程中 自己的生活就像是一部历史剧 从在图书馆里 不小心发现一份珍贵手稿 到在遥远的国家与当地人共享传统美食 同时讨论那里的历史 这些经历本身就值得记录下来 所以 亲爱的听众 当我们踏入记忆的迷宫 寻找过去的线索时 我们不仅是在寻找历史的真相 我们也在创造自己的历史 每一次翻阅尘封的书页 每一次挖掘遗址的禅土声 都是我们与过去对话的方式 而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经常发现 历史不仅仅是关于日期和事件 它是关于人类的故事 它是我们共同的记忆 即使这些记忆 有时候像是一场又一场的 愚人节玩笑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 大脑的电影院 思维的跳水池和记忆的迷宫 这些都是我们内心世界的 奇妙之地 充满了无限可能和惊喜 大脑的电影院 让我们成为了自己人生的导演 可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故事 而思维的跳水池 则是我们展开深度思考的地方 让我们能够更深入地探索问题 和思考解决方案 最后 记忆的迷宫带我们回到过去 让我们寻找历史的线索 重新理解和重新评估过去 通过这些探索 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 还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 提高我们的创造力和思维能力 所以 亲爱的观众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是否曾经探索过自己的大脑电影院 思维的跳水池或记忆的迷宫 请和我们分享你的经历和观点 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神秘 而又充满乐趣的世界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